2015年看起来会是货币宽松政策的一年 今天与我联系讨论本周最重要的事件的嘉宾是安德鲁·格莱瑟姆 安德鲁 这一周我们预计到了来自澳洲和中国的惊喜 还有一系列希腊新闻 丹麦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 该国央行本周并没有紧随瑞士央行的步伐 同时欧洲央行还将做出是否退让的决定 在您看来哪些事件引发市场参与者最强烈的反应呢 事实上所有的官员都在做他们所认为是正确的 以保持国内经济的增长 很明显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 正是如此他们已经决定增加货币政策的刺激度 至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经济 与加拿大非常相似 但是澳大利亚对资源经济的依赖更为严重 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贸易合作 很明显当前存在着经济指标继续走低的风险 因此央行决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尽管房地产市场增加增长 他们还是决定双重保险 而关于欧洲 在我看来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国包括希腊政府在内 各国政府的谈判还将继续 甚至某些时刻大多数政客都倾向于寻找折中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需要数个月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 我认为问题得不到解决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美国一月份创造了25.7万个新职位 这是过去六年以来的最大月率数据 并且劳动力占据总人口的比重也出现增长 总的来看 劳动力市场数据十分积极 那么这个月的数据是否能够证明 美国公司最终很好地应对了美元的升值呢 今天公布的劳动力市场报告 确实显示十分积极 而这恰好是能够致使上调利率的重要信号之一 珍尼特耶伦也是关注该数据的人员之一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已经连续增长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种趋势在一月份也持续着 其实已经不算是新闻了 而且令人欣慰的是 公司水平已经逐渐开始加大 一些州的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 未来美联储官员将会评估 加薪对劳动力市场指标的影响 似乎现在的公司水平变动 已经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是美联储所希望的 关于美元的升值 这已经不单单是由其本身所决定 就业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 美国经济现在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强大得多 这当然会引发一些出口商的担忧 我们看到最新的贸易数据 在出口量方面略有下跌 这无疑反映到上周公布的GDP数据上 不过考虑到汽油价格下降 使得消费支出降低 预期美国经济将会进一步增长 在这些消息发布之后 股票立即开始飙升 似乎是从参与者十分认同 该数据的积极性 综合来看 你认为珍妮特耶伦未来还会一任多久 很明显 劳动力市场最新数据 特别是工资增长 使得离加息更近一步 美元的加强引发人们的关注 其中也包括在国际层面上 这确实是收紧货币政策的障碍 但是如果经济继续以当前的速率增长 而工资水平继续上升 也许加息将于年中开始 如果没有的话 也许我们会看到下半年 会收紧货币政策 看起来英国央行第71次决定 保持利率不变 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松了一口气 但今天我们同时获得了贸易领域令人失望的数据 这强烈地打击了英镑汇率 考虑到这两个国际的货币政策将有所改变 您对未来数周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有何预测 在我们看来英镑对美元会进一步下跌 我认为英国央行不会给予加息 如果回到半年前 我们看到当时非常积极地讨论着 2014年年底加息的可能性 很显然结果没有发生 事实上这也是由于英国的核心通胀率 仍处于低位所造成的 我认为英国央行将会十分的有耐心 不会给予货币政策正常化 很明显最新的美国数据 使得其距离加息更近一步 我们继续预测美联储未来 会是第一个开始收集货币政策的 因此英镑也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预计这一切将会在未来的数周内发生 安德鲁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